本文章已经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百权认证,禁止任何形式的改变转载抄袭,为止追究法律责任,我国国防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兵种,它就是军权。 在国防非常发达的今天,军权依旧是国防戾器,他们的很多能力使人类所不具备,比如极好的经历,灵敏的嗅觉等等。 在经过严格的训练之后,往往是一个骑兵,在战场上可以拉打伏击的敌人无所遁形,让败败的敌军无处可逃。 在国防安检的时候,利用军权的嗅觉,往往能针破毒品的携带。 军权的存在,无形之中会给敌人和步伐分子,带来巨大的威慑力。 军权的选拔也极为严格,首先是智商上,然后是体格上,学习能力等等。 并不是所有权类都可以成为军权。 侯格的军权在前期必须经历严格的特殊训练,服役的时间一般在八年左右。 而在服役结束,身体机能都迅速退化的时候,军权也只能留在部队,不能跟军人回家。 军权是军人忠实的朋友,值得信任的战友,退役之后无保离开部队,原因催人了一下。 退役的军权留在部队首先是出于对军权的考虑,军权的伙食标准是很高的。 如果离开部队,跟随退武军人回家,也是方面没法保证。 今次是军权是受过专业训练的,就算退役以后身体机能有所下降,其满身还是非常厉害的。 这样的特种兵在脱离部队以后很有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盯上,利用他们的能力干坏事,军。 军权在部队时大部分都是执行命令,对于好人坏人没有办法自己判断。 军权在部队接受了特殊的训练,离开部队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中,有时候可能会赢于长期以来的是非训练攻击普通人。 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,我们对于狗狗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的。 从本星出发,我们也希望军权能够跟随退伍军人回家,毕竟,军权跟军人有着非常深的感情。 非常忠心,被迫分离军权也会很伤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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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